應該設法 雖然有規劃 將來車站要怎麼做 可能這個銅像必須因為 必實際上需要把它移除 那是不是能夠趁這個機會 我們趕快把所有有爭議的銅像 趕快把它移到 比如說讓它做成一個公園 偷偷一個地方嘛 對不對 摔下去 兩天摔下去 這個增值的因子把它消除掉 就可以預防以後繼續發生這種 沒有必要的爭執 沒有必要的衝突 我們在這邊要討論的是 基隆市有益有幫助基隆市發展的事 不是為了銅像被污損或者被破壞 以佛要有證實說 因為因為這個當腔 這些人要去看 以前在座邊的時候 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 同學啊 拖子拿出來的 一本這個 舉光熱教材 上面有一個 一個 一個集會叫的 這個像 說 它就把抽屜打開 把你關起來 這樣就不來看了 那個事實已經過去了 時空已經過去了 所以 這個 有關 這個火車站銅像 被 部分 這是 這對我們來說 對民眾來說 這個抗爭時期 我們認為這個已經過了 那有一些 一些後進者 他們 這個時代 那個時代他沒有出來 現在在這個時代他拿出來 做題目來 來 來製造一些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 讓他不要再繼續製造問題 讓銅像 就是銅像 在那裡不適宜 我們就趕快把它遷移到 其他適宜的地方 把這個針紙把它化銷掉 我想這是必 這是必要的 必要的手動 我想市政府 也需要對全 全市各地的銅像 萬一在 發生事情的時候 那我們防護政防部 把它趕快移掉 要做 學校啦 什麼地方 這些銅像 其實 有沒有必要 重說不定 所以考慮這個這麼多 龐雜不同的意見 我們趕快把它移除到適合的地方 讓想要沾揚的人 一天到晚去 讓沾揚的人去 跪拜 嚇壞也沒關係 不喜歡的 他根本去都一步都不去 對不對 何必 把這個銅像 留在我們 在公共場域裡面 讓不同意見 覺得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爭執點 衝突點 從那製造一些衝突 然後得到 這個版面 然後對 部分人 有力的影響 對部分人認為說 這個對他不利 造成這個衝突 我想 我們政府有消除這種衝突的必要 所以針對這些 本席提出來 既然我們政府也沒有能力去保衛這個銅像 為了保衛人民 活生生的人民 都已經很困難了 要再去保衛銅像 那是我們做不到的 那不如說 找這個解決辦法 把所有這些銅像 有爭議的 沒有什麼藝術文化存在的 趕快把它移除掉 放到一個適當地點 我想這樣才是解決 以後繼續發生這個問題的最好的辦法 請市長 趕快斟酌謝謝 好 謝謝發言 我們現在請游祥要游議員 余山發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 謝議長 這個 航愛交通不足取啊 但是 總是事情有一個 原委嘛 我是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銅像的問題啊 我們不去解決的話 每一年都會發生啊 228政候群啊 又不是今年才發生嘛 對不對 去年在中正公園 光海年的旁邊 也有一尊啊 蔣介哲銅像被撥漆 那個也不算很大 小小的銅像被撥漆 結果呢 就在銅环啊 有一個啊 孔哲銅像很高大 絲毫無損 一樣的銅像 為什麼 有的會撥漆 有的會撥漆 老是 被破壞的 被撥漆的 想被拉倒的 老是蔣經國跟蔣介石父子 這就是爭議點 就是爭議點 對 這個 很顯然嘛 對於 發生228事件這個事情啊 目前 台灣人認為說 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啊 那變成不公道啊 沒有公道 沒有給人民的公道 沒有給人民的公道 其實我想呢 這個 中央執政人要去解決 就是說所謂的轉型爭議 歷史的轉型爭議要做 第二個呢 我們 我是建議 我們市長啊 趕快把火車站前面 那個蔣介石的趕快移走 因為為什麼 不移走的話 明年的228還會再來一次啦 公里還沒有討回啊 人民啊 憤憤不平 這是一定的啦 明年會再一次 年復一年 做我護士 沒有沒了 沒有了 他們 因為捨在那邊 人家會去那邊 我以前我也沒過 我也沒過啦 我也沒過啦 對不對 而且去的人跟民進黨都沒有關係 他也是一個政黨的主席帶領啊 叫自由台灣黨 那個蔡教授是自由台灣黨 對不對 所以我想啦 這不分 黨派 也不分種族啦 事實就是事實啦 蔣介石主導了228 所以說他在 台灣人民心目中 多數人心目中 對他是不認同啦 對他認為他是一個圖物啊 蔣經國時代 主導江南事件 派黑社會到美國去殺美國的公民 江南岸 一笑國際 國際有踏滑 都是有這個原因在的啦 不是突然間 沒有你氣笑 所以說我是認為說 因為 蔣介石跟蔣經國 是備受爭議的人物 對不對 一樣的通通這麼多 也沒有水通通被破壞嘛 只是說我們是在那個地方 不恰當 就說國民黨 他認為說他在社會同向的時候 把有爭議的人 放在 最重要的公共場域裡面 當然人民看了 會不舒服啊 會想去 抵抗他 以前不敢 危險不敢 現在民主時代是OK的啊 是OK的啊 但是呢 我是希望啦 他們那天 在那邊繞 大概了不起是100人左右 因為我沒有在現場啦 看到人都知道大概是100人左右啦 他有沒有申請 我知道他沒有申請啦 他沒有申請啦 對不對 他路過可以吧 黑暗黑暗啊 他學白狼啊 學白狼路過路過路過啊 學壞榜樣啊 什麼統一黨那種啊 學壞榜樣啊 路過路過啊 他路過也沒有關係啊 對不對 路過就給他路過吧 只要你不防外交通 你就路過吧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了防外交通的事情 我相信 當這個第一線的 我們執法的警察人員 他會處理啊 對不對 有脫序的 我紅外公務的 你們收證移送啊 這是標準程序啊 我們等一下請警察局長 報告一下 因為當初在 警察第一線是警察人員嘛 他報告大概是怎麼樣的情況 这样子比较能够厘清真相 不要再把那边再不移开 这个交通啊 每到228症候群 228到了那个群群激愤 那个情绪又来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不是每一年在讨论这个事情吗 对 我认为说 根本知道釜底收心就是把那个铜像移开 移到哪里我没有意见 但是移走的时候要告知所有人民 想去莫拜蒋介石 莫拜蒋经国的请到哪里去 请到哪里去 谢谢 但是不要设乡了 他们两个都是基督教徒的 不要摆乡了 好 我们现在请于三发议员 张耿惠议员请做准备 谢谢主席 我想 刚刚我们各位同仁的发言 我想我在这边要再强调一次 我想 我们今天针对的不是意识心态 也不是所谓的228的是非对错 或是讲公同向该不该拆 我想我们今天的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重点是说 我们事先都知道 有一群人要来基隆闹事了 我们警察局早在两个多小时之前都已经在现场布置了 都在面对 甚至于我所听到的消息是 市长在之前就已经有跟他们对口上 知道他们要来了 我是我想了解说 为什么我们可以容许一个不经过合法申请 动用施行 在我们基隆沙野 然后我们竟然 让他们坐在马路上 瘫痪基隆交通好几个小时 我想请问一下 当天的一级主管都跟着市长全部都出国了吗 没有其他的一级主管可以出面解决吗 让他拖延好几个小时 整个基隆交通瘫痪 基隆市的市长出国的职务代理制度在哪里 我们现在今天要讨论是这方面 而不是228的是非对错 而不是讲公该不该拆 我想今天的重点 我想警察局当天也在现场 也有人为了维护秩序受伤 我想今天我想了解的事情 希望市长你亲自回答 接下来3月8号 今天联合报有登出来 3月8号他扬言又要再来 你们又要放任非法 那个集会游行继续这样杀野吗 你们有没有什么准备动作 有没有什么防犯动作 怎么样去应对面对 你是基隆市的大家长 你应该保护基隆市民的行的安全 以及他们的生命财产 当天基隆市的市民太善良 没有人跳出来跟他们跟他们杠上 如果有人杠上的话 我们的市民被他们打伤怎么办 他们是不申请的人 不经过合法申请的一些报名 明知道机会有行要申请 他们不申请 还坐在马路上 企图影响全基隆市的交通 这些人明显就是暴毒 如果基隆市民有人看不过去 被他们打伤怎么办 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这一个 不是同项跟228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请张耿慧张议员 何淑平议员请做准备 谢谢主席 张耿慧第一次欢迎 我想聆听了我们每位同仁 针对本案的发言 我想当然我们要充分的尊重今天 紧急动力的提案人 所讨论的议题来讨论 当然要讲历史说不完 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过去 要讲讲不完 那今天重点 讲了我们提案人也很清楚的 告诉那一天 因为一个公共设施的遭破坏 造成了从早到晚交通严重的灯瘫 造成了我们市民很多很多不平的声音出来 这时当然本位同仁也提到 市长可能是出国 出国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市长出国 或计者 事件一定有安排好的 但问题你的代理制度在哪里 你的应变措施处置在哪里 这些充分的来检验你的团队 吉利啊过去啊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同仁都有这种感受 包括我们明代特别的明显 尤其在前市长担任的时候 我们记得还有走山事件的发生 当初他们的紧急应变措施代理都做得非常好 相对的我们最近啊 很多市民的事情需要问的时候 打给你们局处长 门心自问的 很多要隔了一天才知道 不好意思 你掌卡电回来 市长 不是没有喔 你们很多局处都是这样子喔 所以说充分的市长你的团队 你应该应该好好的来反省 礼拜天只是一个公共设施被遭破坏 造成了严重的交通瘫痪 往后呢 很多的重大意外事故 我们希望不会发生 你若是照这样的话 你怎么对得起我们市民 所以在这边啊 我是希望啊 市长从这个事件啊 希望啊 我们市府团队的 紧急应变措施的代理制度 甚至于SOP 对于任何状况的处理 你一定要有 代理人制度 特别的规定好 市长 我们再重复一点 代理制度 紧急应变措施的处置能力 所以说在这边啊 真的我会感慨很深啊 一个公共建设 一个公共设施遭破坏 我看的媒体好像啊 这个一定有 一模的意 来处理这些事情了 而且来发起这些事情了 报纸啊 全国不是只有基隆发生而已 这个险阶已经有一定的 一模的发生 你应该就是啊 要啊 好好的来 来这个缓制作用 所以在这边啊 我们不要这样讲以前的历史啊 功过都是有啊 讲一讲 为什么不讲日本呢 日本除外 我们台湾最多啊 大家还是到日本去啊 甚至于贵党还有很多啊 一直来往啊 密切啊 高层次的啊 要讲的讲不完啊 所以说啊 我想啊 针对主题啊 我希望啊 市长 刚才本位的同仁提出来 希望啊 你应该有个 向本位来说明清楚 谢谢 嗯 好 我们现在请何主席委员 杨秀玉议员 请做准备 哦 谢谢主席 呃 本席在这边 只是要要求 呃 有三点哦 那第一点就是要 呃 请问一下我们 呃 市政府来回答说 这个公投 护台湾联盟 有没有 申请合法的集会游行 哦 这是我第一点 那第二点 就是说 他们在 这个 这个陈情书 最后一点 他们是要求 基隆市政府 市长 基隆市政府 市长 出来全权处理 哦 这个228的这个事件 他们只是 单纯的要求说 市长来接受这个陈情书 那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因为 刚好市长 不在 那 在这里就出现了 代理人的问题了 所以说 代理人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漏洞 而且 处理的机制 只有让本席只 呃 只能用呃 四个字来形容啊 推 拖 拉 党 而且党 是用我们警察同仁的肉身去挡 来面对 没有合法申请的 这个 报名 用报名来形容 因为连公车要经过 还打开这个窗户跟他说 我尊重你们 要承请的意愿 可是 请你们让我过好吗 所以说在这里 我只是要要求 第一个 第一点 有没有合法申请集会优行法 第二点 市政府在面对 每年 呃 这就是 我下 接下来要讲的第三点 每年都有228 怎么样来处理 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228 这个事件 这是在考 考验我们执政者的一个智慧 所以说在这里 哦 要请市长 来回答 他们有没有合法申请集会优行 第二点 我们市政府 罗斯松了吗 代理人制度出现什么问题 第三点 哦 我希望 这个 执政者有智慧 228 每年都会发生 时代已经过去 已经不是 这个 受害者的仇恨 也不是加害者的 一个敌意 我们 现在 由我们现在 基隆市长 用你的智慧来解决吧 谢谢 好 我们现在请杨秀玉 杨议员 洪生永议员 请做准备 我想 当天 当天 那个 蒋公这个拆除这个问题 我本行认为 不是这个拆除的问题 而是当天的公权力的一个行使的问题 那天 当天已经造成这个交通大瘫痪了 那我们 那我们是不是 我在 是不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这个蔡丁柜 是不是已经严重影响 这个交通违规 处罚条例中 这个妨害交通 是不是要移送法办 官员 还是我们民意代表 其实 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一个 一个职权 不管是中央议算还是地方议算 都有编列议员的一个出国考察 跟政府的一些官员的一些出国考察 他的利益是希望监督的民意代表或是官员 能够到别的国家去吸取一些经验 然后呢 回国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施政的一个参考 施政一个参考 所以我想这是廉价的一个出国 不只议员同仁 不只我们民进党团 还有很多的议员 都在这个年假的时候出国 那么这次市长出国 是我们本党团 诚信的邀请市长跟我们一起出国 那之前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早一点 那因为市长他也考量到说 如果在之前出国的话 可能会影响 所以希望说 红议员 我们针对主题好吗 我们针对主题 谢谢 这个就是主题啊 刚刚人家在讲出国的问题嘛 我就是在讲主题 没有你针对针对 好 那我们是希望说在廉价的时候一起出国嘛 这是第一点 那另外有一言同仁讲说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我们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 我刚好在市长旁边就才接到 我们台湾这边有这个 蔡定贵教授 针对这个讲工同向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在日本 下午2点 就是台湾时间2点多的时候才知道 那我这次回国的时候 就据本席所了解 蔡定贵要来 基隆的这件事情 我们警察局是9点就执行了 就9点执行 而且警察局9点执行是 经过媒体向警察局来告知 那问题就出来了 我们基隆市的警员有一千多人 部署在基隆市的各个角落 既然连警察局 由上到下每个人都不知道 还要透过媒体来告知 那么一言同仁讲说 市长好几天前就知道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以理清 这个部分应该要讲清楚 你警察局都不知道的事情 检调单位都不知道的事情 我们怎么会知道 所以这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是 台湾时间下午2点多才知道 那么至于我们一言同仁讲到 这个市长的代理制度 其实我想在议会当中 有很多都是我的前辈 我们也都知道 依照地方制度 还有我们基隆市的组织条例 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市长不在的时候 有副市长在 还有我们的秘书长在 我们有三长都在基隆市 那如果市长不在的时候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警察局当天 有没有去通知副市长 是几点通知的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在议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地方制度的法令 跟一些地方组织知识条例 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首长的一个代理制度啊 我想在我们议会里面也是啊 议长不在的时候 当然还有副议长来代理啊 副议长不在的时候 还有资深议员或者是民主长在啊 那么我们到底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第一线处理的 人员有没有依照我们地方制度条例 按照层级下去做通报 去做防范去做组织 我想这就是考验到我们基层的一些公务人员啊 所以本席在这里喔 认为说 既然一个公共的一个 讲艺术也好啦 一个人像也好 偶序每年都会发生 类似这种事情的话 其实本席还是建议啊 将这获言把他移手 避免耳后 每年都针对这个事情 这个阶段 大家都在议会 吵成一团 所以本席在这里是 诚心的建议我们 市府团队 如果针对 有影响到 民众群众的一些意识形态 或是说 对于群众的观感不法的 所有的一些公共艺术品 全部都把它移除掉 避免日后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 持续的一个发生 以上是本席的建议 好 我想所谓的意识形态 就是已经妨碍到 法的规范 我想我们 红盛委员讲得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现在请 南敏黄南议员 韩良奇议员 请做准备 谢谢主席 我想针对这个 蔡丁贵教授 那率领 近百位的民众 到基隆 来拆 讲公同向这个事件 我有几点看法 解释政府说明 第一个 先请教警察局 就我的了解 当天并没有申请 集会游行 很清楚的 那 应该就是违法的行为 请问你们后续的处理下 有没有移送法办 既然是违法行为 就要移送法办 因为已经严重的 瘫痪了五个小时 鸡人家啊 不知道有这么严重的 这种 瘫痪交通的事件 对不对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既然是违法的 就应该移送法办 等一下请警察局说明 第二个 请教李市长 你身为基隆市的大家长 我们不要模糊焦点 讲公同向算不算公务 如果是公务的话 他被破漆 被人用恶意的把它 破坏拆除 算不算违法 以后要不要遏止 这个等一下请市长 你要用市长的高度啊 明确告诉本会 让基隆市民知道 这样的行为有没有违法 第二个 三月八号啊 听说他们又要来 三月八号可是我们市政府 要纪念228的追试会 如果发生了 市长你有什么应应 第三个 我要请教市长 你刚就任不久 文化中心就有个很大的 讲公同向啊 你把它移除了 那请问这个同向现在在哪里 你未来要安置在哪里 你不能 四年都把它抢在地上 如果讲公同向是公务 我们就应该啊 用公务保存法来维持 不然你就用行政命令 如果你愿意的话 要么就立法院立法嘛 我同意啊 我也赞成 不然就 县市首长你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处理啊 那你也没有用行政命令 那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把这个 但传國政府肯定 这也没有办法 没有 以上是始点的怅度 建制局辩的怅度 请代 XP 來協助這個人來報告 第三個我想要提醒本會同仁 因為有點擦槍走火了 228是70年前發生的不幸事件 歷經三位前總統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 都公開調查、盜竊、賠償 而且把228定為定假日 藍議員,我們針對議題 好,謝謝 寶貴意見 我們現在請韓良齊、韓議員、陳東財議員請做準備 我很簡單 我不認為這是什麼特殊事件 這只是一個民眾一般的一個 不管是抗議或集會遊行的事件 合不合法,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應該是金融市政府 你有什麼標準作業領程 為什麼會貪犯五個總統 為什麼不會兩個總統就結束 或一個總統就結束 我要問的是這個 為什麼 第二個 我發覺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金融市每一次我們林市長不在的時候 都會發生一些問題 而且一些事情呢 市長應該在的時候卻不在 很簡單 我們拿一個除息業 慰問的問題 大家長不在 成何提討 謝謝 好,我們現在請陳東財、陳議員發言 這個,謝謝議長 有關那個 那天的那個事件 我等一下這個警察局的局長給大家報告一下 為什麼會被貪犯五個多小時 警察局都沒有作為嗎 現場的指揮官有沒有照程序標準去做處事 這個等一下請警察局局長報告一下 第二點 那個地方 其實 那個還是假日 應該這個車流 不是很大 現場指揮官也可以 第一時間啊 可以用掉波戳道的這個方式去處理啊 為什麼不處理呢 那些民主要叫 心理挑戰的 要有貪犯 是不是這樣 這個要不要追究這個現場指揮官的責任 這個請示範報告 我記得 我曾經帶人過去 去警察局抗議過 有過八十幾年的事情 那個是陳德森的事件 欸 那些警察怎麼給我示範你知道嗎 我們現場有記者在 有記者在笑 要把警察給我拆下你知道嗎 是不是 啊你 你今天有這樣處理了嗎 對於我們這個民眾就這樣啊 一樣民眾啊 都是一樣的民眾啊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警察局也是要負很大的責任 這個是你們的職責啊 可以放民眾放眾那邊 貪瘓這個地方嗎 你們處置不當啊 所以我要求警察局等一下要說明清楚 好 我們總共15個人 15名發言 我想我們現在先請我們林市長 來 針對我們議員同仁的疑問 一一答覆謝謝 好謝謝議長 謝謝各位議員先進的指教 我想剛剛大家談了很多 不過有些資訊喔 我想不一定完全的準確 整個處理的一個過程喔 我想是不是先請我們 這個王局長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王局長等一下 我想因為大家剛剛想要聽市長 對於這件事件的看法 以及未來的一些事端 萬一有發生的話 要怎麼樣因應處理 想要聽市長講一下 因為我想你是金融的大市長 金融市的大家長 你應該對於全盤 你應該都揮握在手喔 我想先聽一下我們 林市長 謝謝議長 我想這一部分喔 因為整個處理的過程 這個警察局最明確 等那個警察局王局長 跟大家報告整個的一個過程之後 我想我會跟大家說明 我們整個的一個 市府的一個態度 還有一個做法 謝謝 我想市長 本席要求你 好 我們韓良齊韓議員 謝謝議長 本席剛剛問的是 SOP 標準作業領程 然後 如果 涉及交通問題 一般是有交流處跟警察局 所以呢 我們希望聽到的是 市長心裡頭的SOP是什麼 所以拜託市長 還是給我們來說一下 比較好 謝謝 我還沒叫你起來 我還沒叫你起來 好 那你請 好 非常謝謝 那我想把整個過程喔 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 余三發議員 所稱 說我在日前就知道 我想這不是事實 我是到那一天的下午2點多 台灣時間2點多的時候 才收到這個訊息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整個的一個事件的發生 是在當天的9點多 這個由媒體告知我們 是警察局 這個蔡丁貴先生 他可能到桃園 或者可能到基隆 來做城抗的一個動作 但是那個時候到底 他會去哪裡 警察局 並沒有掌握 第二個 警察局是一直到11點 左右的時間 就是蔡丁貴三個人 他們抵達本市的火車站之後 他開始在市區遊走 那確認了蔡丁貴 等人是到我們基隆市 到了12點40分 這個蔡丁貴先生 自由台灣黨成員 大概是20多人 那開始要來這個圈圍 這個蔣中正的一個通向 那警察局在事先 因為他們11點就已經到了 所以有規劃了一些警力 在做相關的一個 隔離的一個動作 另外到了54分左右 這個城抗的一個民眾 陸續增加到60人左右 那並且在旁邊靜坐 12點55分 我們第一分局的分局長 第一次舉牌警告 過程全程收證錄影 1點05分 第二次舉牌 並且命令解散 過程也都全程錄影來收證 1點20分 1點20分 第三次舉牌制止 過程也都全程收證錄影 那到了1點半 城抗的民眾 才開始佔據 圓環前面的一個道路 所以剛剛有議員講說 佔據道路5個小時 這個大概時間上不是很準確 比較準確應該是 大概是3個小時左右 那後續1點40分 1點49分等等 一直到1點 對不起 到2點10分左右 程抗的民眾 在進行這個道路的一個佔據 那1點49分 王局長傳了一個LINE的一個訊息 給我辦公室的王主任 那王主任是在1點52分的時候 把訊息傳給我 那在1點53分的時候呢 把訊息傳給我們的副市長 那當時因為我在活動的一個行程當中 所以我是到了2點16分 台灣時間2點16分左右 看到這個訊息 那並且我也要求 王局長回報最新的一個狀況 那在2點半的時候 王局長回報最新的狀況 是在拉布條在靜坐等等 那由我們的分局長 也就是第一線的指揮官 來協助勸導這些程抗的民眾 能夠離開 一直到3點13分的時候 是由這個陳抗的民眾 才要求市政府接受陳抗的一個表態 那他也不要求高層導 他是說只要有市政府的代表到場說明就可以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們已經開始在聯絡處理 那所以從我知道這個事情到他們離開 也就是下午的4點25分 張吉佳參與到場接受陳情 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這個事情民眾離開然後結束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剛剛很多議員在講 市府的一級主管 其實警察局的王局長就是市府的一級主管 而民眾的一個陳抗的一個事件呢 的主責機關就是陳家局 那第一線的指揮官 就是當區的一個分局長 所以我想這個層級跟指揮的體系是非常的清楚 那其實警察局就可以接受這個陳抗的這個陳情書 沒有任何問題 因為警察局就是一級主管 那另外是好多位議員在提到 就是說對這個事情未來的一個處理 我想蔣中正或者蔣介石的同鄉的議題 在我們的社會一直是一個敏感的一個議題 而且各種意見都有 所以各位應該非常清楚 在日前 在去年 這個 我們對於這種市的這些所謂的政治塑像 市府一貫的態度是非常明確的 就是我們認為這些政治的塑像 都不是已經存在於我們的機關 還有文化跟教育的這些場所裡面 因為這些場所應該是要中立 而單純 那避免有不同的意見 我想在這個地方做不同的一個教職 那至於政治塑像的一個遺囑 我們將會配合周遭的一個整體空間環境 來做整體的規劃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主動去處理 那我們認為呢 如果3月8號 蔡定衛先生來基隆 我認為是非常不恰當的一件事情 因為3月8號是我們基隆市228事件的一個紀念日 這個日子 這個日子是屬於所有受難者的家屬 這個日子是屬於所有受難者的家屬 紀念日子 我想我們有我們的規劃以及我們的氣程 就我的態度跟我的角度 不接受任何人或者任何團體的一個邀請 或者來給我們下指導器 說什麼時候一定要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我們非常尊重 因為台灣是一個自由民族的一個國家 我們尊重任何意見 不同政治立場的一個表達 但是我們也是一個法治的一個社會 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其實一切我們都不造成 造法 我想這個就是市政府對於整個事件 我們的一個態度 還有一個制度的一個特徵報告的事情 好 針對市長報告我們議員同仁 呂美玲 呂議員 主席 大家好 首先想要請問一下市長 您剛才講說我們議員好像誤會了 其實總共是佔據道路的時間是三個小時 我們議員以為是五個小時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五個小時跟三個小時佔據道路 有什麼不一樣 在你的心目中 對交通的影響 對市民生活造成的困擾 有什麼不一樣 這是一點 第二點 您說台灣時間兩點多的時候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以後請問一下 你下了什麼命令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第三點 你既然知道這個 任何一個市長出國 都有所謂的代理人的制度 想請問一下你的代理人是誰 我們那個時候 當你不在的時候 除了您以外 其他的三長跑到哪裡去了 市長不見了 副市長到哪裡了 秘書長又到哪裡了 市政府的三長 可以一起出國嗎 可以一起不在嗎 請問所謂的代理人制度 那一天的代理人到底是誰 他在哪裡 你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謝謝 議員同仁還有沒有人要發言 我們韓良奇韓議員 張葛華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我剛才聽了一句 我知道 後來是參議到現場 這個案子就很塵埃了 為什麼參議到現場就很塵埃了 為什麼參議不可以提早到 參議是誰通知他去的 之前有沒有人到 然後整個案子 為什麼民眾來陳情 民眾陳情的時候是 像是雜誌陳情嗎 不可能 所以民眾陳情這種案件的時候 應該是市府要有人來接待 那有人接待為什麼 那麼晚才來接待 造成那麼大的交通阻塞後才來接待 那這中間有什麼過程 然後我聽了有LINE的過程 有一些通知的過程 這些LINE的過程跟通知的過程 難道會有那麼大的一個中途的一個盲點嗎 BUG 所以是不是再說明清楚一點 然後是不是 為什麼本系要知道標準作業原則 因為民眾陳情的時候 如果像市府陳情 一般民眾陳情案件 不可能丟給警察去 對不對 所以 然後我們接待的人 應該是誰 為什麼會慢 這都是我們值得檢討的部分 所以請再說明清楚一點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張等會議員發言 洪生友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主席 張等會第二次發言 我想針對剛剛的市長 打赴本案 當然有些我還是要建議市長 因為 代理制度這個機制 一定要落實 我舉例來講 剛才也一再提醒市長 那以往 我們市民 相對我們在本會的議員 民意代表應該是沒有禮拜天禮拜六 那市府 當然市長 你放給各級處長 如果有禮拜天禮拜六 當然我們也不能做干議 只是說 遇到什麼狀況的話 你那個緊急措施的話 應變措施的話 希望你們要要求 你們那個電話 通信聯絡電話 一定要 一定要通 不要今天打了以後 今天早上打 明天早上還知道 對不起 你昨天打電話是什麼事 起電話知道的意思 因為這個制度 我們這個民意代表不會低 發生狀況的事情 匣區裡面有這種狀況的話 不可以說禮拜才發生 這些 你一定要要求他們掌握好 這些 我相信 在京東大家都當過軍人 代理制度 善離職守 在京東的話 是要法辦 我不知道 我們市長上任以後 這些應變的措施 希望你們一定要做好 一定要做好 不要發生緊急狀況 一個人防止的 結果你的代理制度 沒有即時的處理好 這個也不對 這個以上 本席再次的建議市長 一定要好好的落實 好 我們 我們現在請洪生永、洪議員 張景田議員請做準備 謝謝議長 本席是認為 剛剛第一次第一輪的一個發言 幾乎有七八位的這個議員同仁 都直接想要請我們局長 來報告當天的一個事情的一個原委 但是一直到現在 議長還沒有指示 我們檢察局 王局長 來做報告 本席認為是 非常的不妥 因為如果說 當天的第一個 現場的執行的勤務 能夠很詳細的 跟所有議員同仁來做報告 我想有一些 誤解還是一些 不了解當時的情況 就會 就會非常的一個明瞭 所以本席是想說 是不是請我們議長 先請我們王局長 來做一個當天的一個報告 那如果說 議長 不請我們王局長報告 那麼 揮霍我們就連署 請我們警察局 針對當天的事情 來做專欄報告 我想 這樣子來講的話 反而事情就更複雜了 是不是本席在這裡 請我們議長指示 請我們王局長 做當天的事情 來做報告 以上謝謝 我想 跟各位同仁報告一下 因為 剛剛以多數同仁 都希望聽聽市長 因為市長最期盼 我相信王局長 一定非常的詳細 跟他報告 因為他是金融的大家長 當然呢 有些補充方面 我待會 我會因為大家發言完之後 我也會再請 我們王局長來補充說明 好不好 請尊重主席的 那個 請誰起來講話的 財事 好 我們現在請 莊景田 莊言 余三發 余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整個案件 剛剛有聽市長講得很清楚 有幾點喔 我想認為市長 你本身要檢討 第一點喔 你剛剛特別報告 你九點你就接到情資 街人跟土耳 要選一個地方 應該當時你就會下指令 局長 大概要有什麼的防範 第二點 你剛才說到說 你跟兩點 接到局長 給你報告 說現場的狀況是怎樣 這個空間 應該所發生的事情 我們的危機處理在哪裡 這是我們要檢討的重點 你剛才也說到說 三位設備可能有來 我們時時刻刻就要去防範 這個機制要怎麼去啟動 要怎麼去控制 現場要怎麼做 因為 抗爭的人 他有可能是條件做一些動作 他其實他人都好 他要在哪裡 警察很用心去去 想要跟他說 車走 還車不走 有的交通 做成這麼久的時間 這是我們老百姓 在看 在愛 的答案在哪裡 所以在這裡 我是認為說 我們 整個市政府 危機處理 跟我們的民主制度 民主制 三長請假的過程 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讓大家了解 有你到底 到身正的人在找哪裡 請一個國安出來改遂 依靈利 以我 不受的尊重 所以這種的規定 我是說 我們要拖這麼久 市長 你剛才說的都是北京 我們要愛 是我們老百姓 做成這麼多 無方便的地方 警察局 會當年 所付出的代價 只能撐 不可以 說什麼 他也不可以去人 打 也不可以去人 做一個 口椅上 的威脅 只有使用撐 撐不走 才會做成這麼久 所以我在這裡 是認識說 我們市政府 時時刻刻 要怎麼做危機處理 這是我們今天要檢討的地方 好 各位余先生 我們現在請余三發議員 楊師誠議員 請做準備 好 謝謝 那麼市長 因為 我們 都是在外面 拼拼臭臭的消息 沒有像 警察局長給你做了這麼多 詳細的報告 所以 你 時間上 難免 會有一些誤差 所以我想 不是故意要再張你 或怎麼樣 不過 我們再回頭想一想 即使 你那天 在兩點多 才收到消息 你第一時間 當時 你們收到消息的時候 據我們所聽到的消息 當時 他們 已經認為說 好 也 同鄉把你打下去了 哪有怎麼打下去了 你們就是 市政府 找一個 派一個 派一個 派一個主管過來 接受我們的陳情書 就可以收藏 市長 我也是聽說的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當天 你們派的是一位 臨時 約聘戶的人員 而且據說 好像還是行動不方便的 你讓他一個人 去那邊面對那對報名 到後來 蔡丁貴他反對 所以 才又 七搞八搞搞到四點 四點多的時候 我們的參議才趕過去 貿局才會開始收藏 我想這一點 針對這個 兩點 兩點收到消息 其實在一點多 就已經開始大塞車了啦 那你兩點 得到的這個訊息 是他們希望市府有人出面 對不對 好 為什麼兩點 後來三點多 找一個 一併 後來 四點多 才又找參議區 為什麼 不能說讓太空邀行 他就是違反集會遊行法 剛剛也講了嘛 在1點25分 你已經第三次舉牌了嘛 第三次舉牌了 你可以驅離啊 可以有動作啊 市長是不是應該交代局長說 依法行事 強制區裡 有沒有這麼交代 還是幫任他繼續塞到四點多 這是我們想了解的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楊時辰楊議員 我們藍敏黃議員請做準備 我們事件的處理喔 有緊急性 像這種危害地方交通的狀況 緊急處理的方法 處理方式 可能市民也不甚 但是我認為呢 我們俄後 像類似這種狀況發生 我們 一定要建立我們的 這個機制 如何去處理它 讓不要 不要再這種事情 再發生 不管他是誰 他喜歡來基隆 我們會歡迎 但是不要做違法亂紀的事情 違法亂紀的人 當然就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跟耶穌 這才是民主常態 他沒有犯罪 你為什麼反對他呢 他來基隆 他也來基隆消費 但是他違法亂紀 我們就是用民主法制的耶穌來耶穌他 這才是我們要走的道路 我們不是說好跟壞 沒有跟好跟壞 同樣是台灣人 站在一條線上 不要有太多的民主意識 在民主意識上的打斷是沒有用的 對台灣沒有幫忙 那如何維持我們 這個正常的運轉 台灣的民主法制 這次的耶穌 我們一定要維護 因為百姓是無力的 僅靠的就是我們警察單位 在法律上的執行 跟維護 才能夠維護我們大眾的安全 以上跟市長您建議 不用認為說他好跟壞 他來基隆是好的 他有破壞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次序 當然我們就要維護 以上建議 謝謝 好 我們現在請藍民房 藍議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市長剛剛說裡面 應該很清楚整個過程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這個是很明顯的 違法偷緒的行為 市長你只表明說不歡迎他再來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的 我想請教市長 警察局長跟你如是報告之後 那依你的高度 我建議你 你應該是要求警察局長怎麼樣 依法處理 這種違法偷緒的行為 一定要依法處理 那請問市長有沒有這樣交代 這才是重點 我們不希望這種行為再次發生 好不好 現在請市長在針對這部分 說明清楚 光講不歡迎是不夠的 萬一3月8號他真的來了 我們要怎麼做 當然還是要強勢驅離 對不對 好 謝謝 好 針對以上二十二人發言 我們議員還有人要發言 張錦黃張議員 謝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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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教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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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了十一點鐘 蔡廷會議員 會出現在幾個 三個 五十五點四十分 大概二十幾個 因為蔡廷會議員 我認識 他們那一 他們那個 那一檔的人 不會認識 不會很多人 應該是二三四個而已 所以等一下要請警察 請報告一下 到底是人是多少人 在這裡陳情抗議 我參加過這個所謂陳情抗議 超過一百項以上 超過兩百項 從三十幾年以後就開始這個非常狂熱的分子 所以我參加的那種群眾運動有的幾十萬人 有的也是幾十萬人 這個怎麼處理 就是依照舉會有行法 如果你是違法的話 我們以前都不講迷迷好不好 幾排一集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就開始講了啦 拖來就撞了啦 一回到裡面就不吃小孩 這是以前 那現在我們一眼同仁一直要請教市長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幾位 尤其多少可以處理 非常非常的清楚啦 所以我有一點懷疑 那天才幾十個人 拖五點或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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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二點拖了會比較久一條 這樣會比較久一條 就算怎麼去溝通啦 怎麼去處理嘛 縣長指揮官應該有時間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本來都不是要反應 但是我聽到要來的時候 我以前參加這個中央貼頭太多 也講給我講很多次過了 警察也要去抓你要依法偵辦而已啦 過了十萬 過了十萬我就處理了 這二三十萬 二三十萬 竟然讓他三四個小時沒辦法處理 這等一下真的要報告 等一下真的要報告 所以我們同仁齁 你要提到這個 這個案子 其實是非常敏感的 一件事非常敏感的 你要講 兩缸兩枚你就說話 因為牽涉到228的話 228我跟你講 真相還沒出來 我跟你講 所以有道歉有賠償啊 屠殺的那個兇仇是誰 還沒有出來 但是文件開始在解編中 開始在解編中 所以這種敏感問題喔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直在討論這個 那你說要怎麼處理 依照集會有新華 他有申請他要講保護 沒有申請就依照集會有新華 敗幾拍 兩拍幾拍 三拍幾拍 就可以體體了 或者是欠導禮子 看怎麼處理啊 現在警方處理這種 這種集會有行的這些陳抗 技術非常高明 以前我講過主委嘛 我們一有抗議 那個警察就派人來這邊協調 對 但這個是 但是蔡廷偉這一行人 是多多人 不是我們雞人 二三十會沒有一個雞人 這是所謂突發事件 但是也是全國的事件 因為這種銅像意識的話 全國都有嘛 他說 他也有可能到基隆 也有可能到桃園 搞不好有一天到台中 隨時都有可能 或者說三天把我胎要回來 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還是 等一下請請他去報告一下 是你那天當天 處理的方式 是不是依照集會有新華 如果依照集會有新華 為什麼拖那麼久 拖 說三點名呼 說五點名呼 因為我來出國 我也不想的 等一下請他去報告 好 好 各位以前 其實我們一人同仁啊 都希望基隆是個快樂城市 因為 讓外地的來齊蒙達候 我們替我們的市長來打報告拼 我想大家的心 心想一定都是這樣 想請林明志林議員 謝謝議長 我想還是要釐清一個東西 就是說 剛才照市長所陳述的那個時序 告訴我 這個問題 我們最了解 基隆市警察局 到底幾點 才跟市長報告這件事情的 真正開始的時間點 因為剛才有同仁講 是九點 我們不可能 一般我們知道 一般同仁助理程序 情資收回來之後 他跟他分判 到底是不是真的 才會跟上紀書館報告 還沒更正經 還沒可以跟他講 三組 兩個人要去 不知道要對他要報告 因為這事情不合程序 所以 大概是十一點 之後才跟市長講 還有下午兩點才跟市長講 這個待會麻煩 局長幫我們理解一下 這個東西 那當然大家 為這個議題非常的 關心的 因為事實上 他嚴重阻害了我們基隆的交通 事實上我們也看到那個狀況 但是我必須替那個分局長 稍微講一下 我當初看那個直播畫面 分局長也是很可 很辛苦 因為 也很認真在當場處理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 你分局長 事實上還是需要 需要我們的鼓勵 這是我必須額外講的東西 那至於我們說 很多的同仁都在要求 我們主管機關 事實上 集會遊行法主管機關 是當地的警察局 然後剛才市長有講 如果當地的分局的分局長 是所謂的指揮官 那當下的狀況 都在依照相關的程序和法律在手 那我們未來要講的是 究責什麼究責 就是說如果 他委員集會遊行法 是不是應該用二十八條 或二十九條 相關的組分來開始做處理 而且這個是要進行處理 而不是要等上面指示才處理 這才是我們要追究的部分 那另外阻礙交通 有所謂的道路交通安全處 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的處分 交理處 事實上那處罰機關也還是 開單單位還是警察局 交理處也要幫我們協調一下 那我想最重要一點 是剛才很多同仁在講一個事情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因為剛好那樣子的一個 正式性的塑像 剛好在我們基隆交通要衝上面 所以我順著很多同仁講的話 像移除這樣相關的設施 有利於避免相關情勢的發生 那至於我們會尊重主管機關的決定 未來是不是在做 當地的相關警官規劃的時候 順便把移除這件事情考慮在內 那如果更好更更積極點 是不是即刻這個來做處理 那我們就要想說事實上 我再問很多人說 蔣介石從向跑哪去了 有一個所謂的從向公園 現在很多蔣介石在那邊 那邊已經形成一個裝置藝術的地方 那我們如果把政治的意象抽離之外 那地方事實上是一個不錯的去處 那裡也不會阻礙到交通 如果想去緬懷去緬懷 想去抗議去抗議 沒有人去看討 事實上事實上把這些事情 把歷史的政治因素把它抽離掉之後 事情就會簡單 所以本期在這邊還是建議 主管機關你們還是要依到 我們未來維護我們 市民最大利益的前提之下 是不是能夠加速的移除 所謂的相關的政治的一些塑像的設施在那邊 當然我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情 歷史是不斷的再延續再連進的 那我們都以歷史為進 我們才能夠知道未來我們路要怎麼走 那我特別要強調一件事情 那有人把情資丟進來說 事實上3月8號蔡教授可能要再來 那我也建議主管機關 也許備而不用吧 就組一個專號小組針對他 他如果來這邊shopping來這邊夜市吃美食我們歡迎他 他叫有再類似的任何動作 我們是要第一個時間做積極的處置把它隔絕在外 不要讓他再造成我們市民交通上的困擾 或者說造成我們市民上潛在的身體自由的危害 造成我們不可彌補的一個後果 所以我再次強調齁 如果主管機關多有可能的話 針對3月8號這件事情 當然我們是 我也是反對他再過來 為什麼 讓228的受難家屬在他緬懷思念的時候 你來亂叫 七七五也不可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先防範 兩個事情 我再整理一次 第一個事情針對2月27號這件事情 該做的採處應該讓他們知道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依法來行政 這是合理的 這件事情3月8號如果受到勤之 在事情還沒發生之前 我們先防範於未來 有這樣的事情不會再發生 那也確保我們民眾 行的權利跟身體自由的保障 不要受到侵害 以上的建議 好我各一見 我們先請呂美玲女議員發言 補充就是 剛才提了三個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 就如同這個議長所講的 他已經請我們打候 到了我們基隆市來了 而且造成我們基隆市的 這個交通大癱瘓以外 造成大家生活的非常的不便利 那想問一下 剛才市長自始至終 一絲強調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那在整個的事件當中 大家無疑的 包括已經具備了舉牌三次等等的 那請問一下 我們的市長 有沒有代表市政府 依法向當事人提出告訴 那也請我們市長說明一下 謝謝 好我們現在請 還剩下四分鐘 我們請把握時間 我們現在請請曾議員 謝謝 關於今天我們在討論的事情 其實大家 是面對的是 基隆未來的一個所謂的平靜度 和一個所謂的 市民的一個感覺度 那一個事件 假設不處理得很完善的話 我想這是一個感染性 正如說我們過年前的 蔣經過頭被破油漁 結果在我們的整個行政組織上 沒有一個答案 所以才會感染到後續的 也許以後會一直一直的蔓延下去 因為你地方政府 在基隆來講是非常好處理的 我來抗議沒有任何的一個組織 對我來講沒有警戒性 那因為我一而再戰車到基隆做挑戰 不想結果影響整個基隆市的 市民的一個生活上的一個安全度的 一個恐懼感就出來 所以說我要請了解一下 在去年過年前的 蔣光銅像的那個被破棄的事件 我們警政單位有沒有所謂的收證 它確定的一個方向和標定 那有的話我們如何處理 假設沒有的話 我們請問一下我們市長 對於類似事件 我們警政單位假設說 沒有任何的證據情形之下 一而再再而成的發生之下 沒有辦法對前者去做任何的 所謂的一個行政處分 或是司法處分的話 請問你市長面對這個問題 你如何來應應 我想今天我們所追究的 並不是歷史的功果 歷史功果只有大家 往後大家歷史人 大家來評斷 歷史裡面是有功果 這非常的多 方方看我們中國歷史 或西洋歷史 都有 所以說我希望說 待會兒 在我們警政單位要說明的時候 也順便了解一下 在被撲油漆實踐 我們警政單位的後續的收證 有沒有一個答案 在後續市政府對於被撲油漆的後面的 這個所謂的護眼措施 有沒有一個 確切的一個方式出來 謝謝 謝謝 好 報告一見 我們還剩下兩分鐘 我們下午 下午再討論 好 我們先來休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